从采样返回的土壤 已经有科研团队发现了有水了 很多人就会一想到土壤有水 是不是就能种菜了 他发现的这个水和我们地面的 可以浇灌庄稼的这个水 不是一样的水 大家千万别觉得在那儿 也有溪流也有井 可以打井了 不是这个概念 月球的特点是真空 另外一个它还温差很大 月面上的温度能够达到几十度 大概是八九十度这么一个水平 在月球环境应该说 对于生命不是太友好的 它不是适合种庄稼 但它有独特的资源 可能对我们的对资源的利用 还是更有利的 可能为我们其他的发展会更有利